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利沙白女皇出国访问的时候也穿到这样的款式 瓦尔特同志保卫塞拉热窝的时候 经常穿着这样连衣裙打进敌的内部 我都没听说过 漂亮的裙子呀十呀十八九 这件儿的上衣二呀二十六 你要花钱买了去呀 走在那大街上最风流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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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你要穿上了他呀 漂亮的小伙子跟上一大流 我看一看 瞧一瞧啦 大个儿的西瓜 饱熟饱甜啦 我刚摘的黄瓜顶花带刺 花生米 换鸡子 小气铃 耗子药 小气铃 新疆乌鸡的 小气铃 新疆乌鸡的 小气铃 新疆乌鸡的 小气铃鸡全让 小气铃鸡 我 您什么意思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你不让我在这儿嚷嚷 不行啊 怎么了 干咱哥们这买卖全凭嗓子嚷嚷的 少嚷嚷一会儿这货砸手里头 你给钱吗 我看 不是 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哦 您问我干什么工作 个体百货商贩 做小买买的 叫俗喽 二道贩子 感觉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丧丝 我一直在找这个人 你为什么起门管我叫二道贩子 这不是你说的 让大家给评得理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 我就卖了两双真有美的袜子 他给我改老二来了 谁啊 这事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这跟那个是两码事 我不管这一码事两码事 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不爱听啊 二道贩子多难听啊 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这名字多好听 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导爷 好听 这还不如哪个呢 没拿事啊 你听这个名字 导爷 尊重我 这怎么尊重啊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 导爷 他是爷爷辈的 没听说过 我喜欢听 听这个啊 太对了 行行行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导爷先生 您别客气 您都卖点什么呀 哦 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都什么呀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 使的用的玩的看的 捏的缝的砍的炫的 坑的蒙的拐的骗的 他干 坑蒙拐骗呢 嚷嚷什么呀 站这儿 不是 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哥们这是做买吗 你懂吗 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怎么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是啊 哎呦 我这工作 他脑子叠零啊 怎么零啊 哎呦 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信息 咱们得卖那锦鞘商品 不是 这怎么讲啊 你就是说 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北边有什么特产 这全靠我们的岛爷给他调配呢 就靠你们调配啊 哎呦 我们这工作跟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这么重要 跟您这么说 没有人民 就没有我石小杰 没有我石小杰的人民 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是这么回事吗 哎 不是 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具体的说是吧 啊 去 哎 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啊 啊 哎 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嗯 北京的四五月份 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北京的四五月啊 青黄不接的时候 哦 对了 那时候最缺青菜 太对了 四五月份没菜吃 嗯 人民生活有困难 咱们能不管吗 那怎么着呢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谋福利 对对 你干嘛呀 我为人民卖菜 那你上哪弄菜去啊 买农民的 哦 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不用 咱们哥们买去 不用去那么远了 那你上哪啊 郊区边上 夜里头十二点 我找几个哥们 马路中间一躺 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谁给你送菜来啊 老远一瞧 一农民 骑辆自行车 后边搁俩筐 嗯 甭问呢 到城里卖菜的呀 就是啊 咱们哥们买他的就成了 那人家能卖你吗 这你得跟人家 磕磕磕磕的商量一下啊 哦 你都怎么商量啊 呀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过此路 放下两框菜 哥儿你个给我 臭辣祸 哈哈哈哈 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 是怎么着 吐老帽 吐老帽 别害怕 哥们是买菜地 买菜呀 yes 你就别yes了 不是买菜 你量什么家伙呀 那什么 蹭杆 蹭坨 好嘛 给胆小的 非让他吓出毛病来 带点什么菜来 黄瓜 头柴的 刚摘的 有点意思 嗯 跟里跟上 引来跟尝尝 哎 好嘛 他这就吃上了 嗯 有点黄瓜味 废话 黄瓜他没黄瓜味 多少钱一斤呢 你问这黄瓜呀 一块钱一斤 一块钱一斤 嗯 一共带来多少斤 一百斤 一百斤黄瓜 哎 我都包园了成功成 那倒可以啊 价钱给咱们哥们往下唠唠 可以商量商量 这样得了 怎么着 这一百斤黄瓜 你给多少钱 我给您来十块钱 对了 十块钱 啊 这叫包园 这太少了 这叫包园 这不卖 这 你敢 敢 哥尼哥 啊 往三处车上给我搬 哎 老农 给你十块钱 再一件 我我告诉你 这这这这不卖 不卖 你说什么呢 我说这不卖 你别油盐不识 金香玉 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 你我本不是一家人 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账钱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哥尼哥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 你要搞好计划相遇 哥尼哥给我撑 哈哈哈哈哈哈 来菜吗 整个是一帮土匪 那是 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是土匪 怎么叫土匪啊 你看你办这事 大家听得清楚 我给的钱没有 就给人十块钱这算呢 你的意思 太少 十块钱少 给他五百块钱合适 给了他我吃谁精 你这叫什么呀 这个 这叫自由市场 漫天要件就地还钱 学着点吧 哥们 买卖劲 你这叫漫天要件就地还钱呢 那是 你这叫七行八市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七行八市 丁广泉同志 你要注意了 我怎么了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诬陷 法律上写得清楚 凡是诬陷我们岛位先生的 都判有期徒刑九十年 这可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不是 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你甭管哪国刑法 给钱了就不犯法 没你这么办事呢 怎么办事啊 人农民大老远的 对呀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你的意思 你得人结起像话吗 那怎么办呢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去 哦 你的意思 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好好好 让他上城里卖 我不卖菜的行不行 那你打 我十小节 离开卖菜 照样来钱 你打算卖什么呀 我卖鸡 卖鸡行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的鸡 对 铁工厂弄他一书包铁沙子 咱们自由市场卖鸡 照样来钱 还跟你这么说吗 等会 怎么着 你是不是憋着问 这鸡肚子里边 非铁沙呀你 咱们哥们能干的缺德的事吗 嗯 你说那都是业余岛爷干的 你知道吗 业余岛爷 哎 不是那你这专业岛爷卖鸡 你要铁沙干嘛呀 咱们找一漏斗 嗯 把这鸡屁股撑开咯 往里头灌 哼 哎呦 要说这专业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 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沙 星期天早起我三点钟我就起来了 嗯 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啊 灌了仨钟头灌完了 灌完之后啊 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怎么可爱啊 都跟那马戏团那喊巴狗似的 嗯 在这鸡笼子里头他坐着 哈哈哈 不是 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呵 哎呦 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哎 不是你说你这种鸡他谁买呀 我还跟您说 嗯 有货就不愁买主 是吗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还真有买的 小伙子 但是你卖的鸡啊 瞧瞧 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嗯 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这鸡宿子里头多干净 比那帮岛爷可强多了 怎么了 他们往那鸡宿子里头乱塞东西 是啊 那都是业余的嘛 瞧瞧 这鸡个不大 这分岭头还不小啊 再多的功夫 我就来这支了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也该找我倒霉啊 嗯 就在我收钱这功夫 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怎么了 哭叉一下的 把我灌点铁砂 都给我拉出来了 这回你就落馅了吧 哎呦 我的鸡爸爸呦 啊 您招什么急 你说你 你坚持会儿多好啊 你等我收完钱 你再给我往外赖你 嗯 他也得憋得住啊 这时候老太太看来看 爹这铁砂说了句话 嗯 把我都逗乐了 怎么说的 呦 小伙子 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气功 一辟他愣 帮出二斤多铁扇来 哈哈哈哈 哎呀 要说你这鸡哥在钢厂就好喽 怎么了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的练钢了 嗯嗯 就让他哥哥那儿 绝屁股往外崩得了 好好 好 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干嘛呢 哎 那么大岁数 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你就别说了 就你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行行行行 我看你就不是吃鸡 我回家 白白白回家 什么人呢你算 就你那些什么人 行了 行了 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 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啊 我怎么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 嗯 越听越可气啊 你瞧他办这点缺德的事 嗯 卖菜嘛 截人农民的 卖鸡不好好卖 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沙子 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 不太好灌 夸你呢 这话你问人家呢 你站好 你站着 站着站着 我也说两句吧 你说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对啊 做一小买买 我知道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啊 跟谁学啊 这该你学的太多了 你就拿那个香锅里的小伙子心服强来说吧 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家无保护香锅里一分钱都不要 人也是个体户 像你是咋变着发的骗人钱 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就这么一位 很多个体户啊 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 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 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那什么 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我可以争取吗 要说争取那倒行 这不是就完了吗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对 公买公买 我知道 遵纪守法 是 听清楚了吗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说你半天了 哎 可不能让我白说 您给我二百块钱 对了 你怎么打人呢 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我不是跟你闹着玩了吗 那你说我干什么 我知道您为我好 那当然了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就是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 没以为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嗯 您这主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哎 不怕您笑话 嗯 连我妈大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您怎么着 随便说两句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啊 你可太谦虚了 同志 怎么了 啊 大家听得出来啊 嗯 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哪 格言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嗯 你就是滑脱夜空的一颗贼星啊你 嗯 不是 那个明星啊 呵 我听出来了 嗯 你是一个伪君子 对了 什么 不是伪君子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 呵 常言说的好 听君一席话上读十年书 嗯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哦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干嘛呀 就是 让大家瞧不起我 哎 不但您瞧不起我 嗯 连我媳妇都瞧不起我 是吗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他上王武警 他能不跟我去 那为什么呢 他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 连他都打了 呵 多宝啊 骗人都出仇了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嗯 嗓子也好 不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就是 通过您一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懂了 我这回通改前飞 重新做人 那好 放下徒刀我立地成果 我这回平手一吃饭 干什么呀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好 对不对 哎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不 我跟您说清楚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茅台酒瓶子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平手一吃饭 啊 卖明酒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什么叫卖假茅台呀 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 嗯嗯 犯法 哦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符 超级赛茅台 比这茅台酒还好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是啊 嗯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打算学不打算学 不是我当然想学啊 想发财不想发财 谁都想富一点 那这样 嗯嗯 你拜我为师 干嘛 我收你的徒弟 嗯嗯 把手一交给你咱哥俩就做 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不是不是 我倒不是那一样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怎么做 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你说说 你上大街上啊 嗯 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 嗯嗯嗯 然后上那酒厂 嗯 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二锅头 你闹他半筒 干嘛 然后拿着紫摘水 你哗就给他对去 做完之后啊 你把这瓶码好了 你就挨个儿给他往里头灌 我看你在跟我说 不你别着急 你在 后边这是手艺 什么手艺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买真茅台酒干嘛 泡这瓶塞子 泡酒瓶塞子 您琢瓶塞子 这瓶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 您这一闻 他准是茅台酒味 多废话呀 哎呀 完后你把那瓶给他封上 拿玻璃纸一包 卖的时候难免他俩喝过的 他不相信怎么办 您当着撕开玻璃纸 让他闻这瓶塞子 他这一闻 茅台酒味 行了来钱了 学什么徒弟 哈哈哈哈哈哈 嗯 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加钱 这词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了 嗯 我灌了四瓶子 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还真有上当 西服领带低着皮箱子 听口音广州的有钱 就得蒙他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 云山五兆一都是穷砍 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 三十块钱一瓶一百二十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 哈哈哈哈 骗完人了吧 那是啊 快跑吧 干嘛 逃跑 好汉做事好汉当 怎么着 我得跟着他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我等他喝完酒 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我听他说了 说什么 今天是探亲房友请客吃饭 到家打开平时他就得喝呀 尤其咱这酒又没多的度数 哥几个甩开塞帮子 不是一会儿就要喝完了吗 喝完了剩空酒瓶子 哥家干嘛 给俩钱买过来 明我接着卖 他都琢磨透了 我跟着他 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去 我盯好了哪个门洞 我楼底我等着你 你等着吧 我从早上八点等到晚上九点 我一算的这时间差不多了 楼上那酒喝完了 我该收他那酒瓶子咯 人家知道你在这等着呢 那没关系呀 我有嗓子呀 哪有什么用啊 我给他唱 你唱 你唱什么呀 酒干了瓶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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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儿你听我说 喝完酒你可别顺着 赶紧把瓶你买给我 没有瓶哪有酒 没有酒哪有三 没有三哪有钱 没有钱哪有我 只要你让我手头活 还管缺德那不缺德 今天你把那瓶买给我 我就去年那弥陀罗佛 酒干那瓶买我 酒干那瓶买我 你别说我这一唱还真灵 当时死了就露出三脑袋 我一看就是来广州的房门一老头 真唱出来了 这俩哥们儿跟那老头儿来介绍我呢 怎么说的 老婆了我的酒就是从大手里买到的了 让人认出来了 要说房门的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说什么 我爱吃豆了 酒干了瓶买你卖你干嘛呀 卖里面的罐子白水你在坑上你是吧 你不要酒瓶子吗 我撑住你小龙一死了不要 你给我接着吧 撑住我这扔下来 我一看酒瓶子飞起来 但是我来恶火不失 就接着当地生 把瓶接着了 砸我脑袋上了 嘿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